现在这一栏大的大的公路都啊 估计那个秃子的话最少900多到1000斤 这段时间长得真快 网友问 今年这么低的行情的情况下 我们所有的东西就是说稻草豆腐炸酒糟 所有吃的东西都是购买 到底有没有钱赚 说句实在话 我现在自己也不太清楚 因为像我们这边的牛啊 除了我这里的牛肚 那我们是上半年会卖 下半年也会卖 基本上就这两个时间段 因为这两个时间段我们这边买牛的挺多的 因为这个公牛 公牛真的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我们这边平时是不卖这种大公牛的 都是要到年底 年底的时候我们这边才会去卖这种公牛 因为我们这边买的人才多 很多要么就是私人 要么就是牛饭主 要么就是那种比如说别的养牛的同行来买 然后买过去直接杀肉的 所以现在你说买的东西来养这种公牛 到底赚不赚钱 到底有没有利润 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 像这种育肥牛 第一现在是没达标 这里面有一头小的估计也就七百多 大的就是卖个秃子 可能就一千斤 现在这些牛都太少了 还是所谓价值牛 至于说北方的行情像这种牛 卖个什么育肥牛 卖个十三十四 但是到我们这边 确确实实这个价格买不到 再说也没到出篮的时候 也不知道到了年底 才知道这个行情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 就是把这个牛养好 养到年底 年底出篮的时候 能达到大一点的一千二三百斤 就算差一点的一千到一千一 也就够了 不用太大 虽然我们东西都是购买 但是我们今年比起去年来说 我们的成本相对来说又降了一点 因为我今年买了TM的机器 这个稻草这一块呀 成本确确实是降了 以前像这个季节买稻草的话 基本上到家里都要花到九百到一千一吨 但是我们今年可以做到六百块钱到厂 六百块一吨 相对来说一一吨的话降了四百块钱 还是挺划算的 我个人认为 既然是养牛啊 我个人认为没必要好于那么多 首先把这个牛养好 毕竟还没有到出篮的时间 只要把牛养好到年底了 就知道这个东西效果到底怎么样 一头牛到底有多少利润 谁都不能左右市场的行情 比如说你自己有特殊的渠道 你相对来说把这个利润提高一点点 至于行情怎么样 还是根据市场好 养牛人只负责把牛养好 把本职工作做到位 其他的交给天意吧 没办法 行情 降 谁也左右不了